有调查显示本港企业活动超过两年半以来第一次回复至扩张水平 不过有经济师认为大四波疫情令到企业短期有较大裁员压力 香港私营企业活动表现进一步改善 香港采购经理指数年升第三个月 11月升至50.1 是超过两年半以来首次重赏50以上的扩张水平 编制指数的机构说虽然本港11月中在收紧社交限制 但对商业运作早期影响不大 业务量和新增订单跌势显著减慢 客户需求接近靠稳 就业指数跌幅轻微 不过也都提醒政府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 可能令到经济再次转差 企业仍然看淡未来一年的前景 有经济师预期 企业短期内有较大裁员压力 他预期本港企业活动 最快要去到2022年 才能够复制疫情前的水平 无线电视机只能远移波动